磁力球、水晶泥、弹力软轴乒乓球 随着暑期的到来 一些网红玩具成为了孩子们宅家娱乐的放松神器 然而记者调查采访发现 一些网红玩具存在安全隐患 有些甚至是三无产品 8月12号 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商场 看到五颜六色的史莱姆水晶泥马放在地上 仔细查看 发现一些产品只标注了厂家及生产日期 没有成分列表 而有的产品甚至没有任何标识 此外 记者在电商平台中看到一些网红玩具 如磁力珠、弹力软轴乒乓球的购买网页上 也没有任何有关潜在风险的提示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承夜告诉记者 误服磁力珠来就诊的话儿不在少数 主要在1至14岁 如果吞下两颗以上就会造成猪子在体内的吸附 后果严重 只能进行开腹手术 误服磁力珠的小朋友非常多 这个量就很大 几乎说是一两天就会来一粒 可能半个月前吧 我记得急诊 需要急诊手术的一个小朋友就是 孩子普通症状很重 再问一下这孩子呢 他是可能 他一天吃一颗 在第三天的时候 从影像学上看 他三颗自己做 牢牢地吸在了一起 那中间受压的肠管就发出快死了 然后我们叫的这个内镜室 消化内镜室 就赶来 然后外科的急诊手术 让孩子才保重了性命 张承夜说 除了磁力珠 目前在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的 史莱姆水晶泥 也让不少儿童患上了皮炎等症状 它像这盒水晶泥 让我们摸起来 它是黏黏的 闻起来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其实令人担心的是 这里面会含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化学物品 比如说彭沙 它对人的呼吸道还是有刺激的 我们在玩久了之后会感到头晕 鼻咽部的黏膜感到不舒服 感到会辣辣的刺激性的 再有一个来我们急诊的很多小朋友 双手玩过它之后 手腕会发生红密密麻麻的小红疹 然后痒但严重骚痒 骚抓之后出现水泡 会发生这种接触性皮炎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 一些网红玩具频出商人事件绝非偶然 此类玩具在产品质量 及销售环节方面都存在问题 律师指出 不论是网店还是实体店铺 所销售的产品是三无产品 或是没有著名潜在的危险提示 都属于欺诈行为 就是销售三无产品本身是一个欺诈的一个商业行为 下生产和销售的这个经营者 如果生产和销售没有明确标注和提示 这个使用玩具过程中的危害 以及它的有毒有害的原材料 那么也是属于违反的产品质量法 以及消法或者是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是应当承担法律后果的 如果是产品造成了他人的损害 那么应当按照这个民事法律责任的 相应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 熊超表示 若想减少玩具商人事件的发生 商家及电商平台在选取玩具供应商时 应严格筛选有资质的厂家 并按照规范进行销售 有关市场监管部门也需加大出差力度 此外 消费者在为孩子挑选商品时 也应充分了解玩具的特性 谨慎购买